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练习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开关 所以同样的,我们先点击创建新电路 并且在左上角这里输入我们的练习名称 练习2.5 12.5,OK 同样的,我们需要用到Arduino跟小型面包板 而这一次我们会用到的是下面这里的电源 所以我们会需要用到这个5伏特 跟我们的地回线 现在我们要讲解的是两种不同的开关 第一种统称按钮 另外一种则是滑动开关 而我们要用它来测试的话 我们就必须用到我们的LED 所以我们同样的需要用到200欧姆的电阻 首先先把你的电阻这样子连接 所以它就可以从5伏特这里把它拉进来 然后经过这个电阻器过后就进来这里 我们现在把一个按钮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按钮的话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里有EB,2B,EA,2A 其实一号跟二号是可以通联的 就是说按钮控制的其实就是一号跟二号 但是它上边跟下边是不分开的 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在上边这里 先把这个LED给放下来 然后把它连接回去我的地回线 但是如果我开始模拟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LED是没有亮起的 因为在按钮 也就是按键开关的用途呢 是只有当你把它按下去的时候 它才会通电 所以当你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通电 而当你松手 它就会不再亮起 所以通电,不通电 OK 刚才我说上边跟下边其实不分开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时候 你多放一个LED在下面这里 其实单单放LED还没有完成 你还要连接它的地回线 连接好以后 你现在开始模拟 你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它们会两个同时亮起 因为上面跟下面没有分开 所以5伏特经过这个电阻器 进入这个按钮过后 它就当你按下的那一刻 它就会连接跟上面跟下面 OK 这种按钮我们通常呢 称为通常闭合 所以通常闭合 通常闭路式 换句话说 它是不通电的 你点击的时候 就表示按钮闭合 也就是已经通电 OK 另外一种我们要看的 就是这一种滑动开关 首先把滑动开关把它放来 比如说这里 然后我们需要多一个电阻器 所以我们按这个电阻器 然后Ctrl-C,Ctrl-V 来复制 然后用它来连接至中间 这个常用端 其实常用端 就是那个会一直通电的部分 就是一直会连接的部分 然后我们有端一端二 就是说这个按钮可以选择 它是连接端一或端二 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 哪一个LED来测试 把它的阳级连接到它的端一 然后把它的阴级 给连接到我们的地回线 OK 这个时候如果你按开始模拟 这个LED就会亮起 然后你可以滑动这个开关 使它过去二号这一边 换句话说这个就会不再发亮 你就可以选择回去 其实这种连接方式 就跟我们常见的按钮相当 常见的开关相当类似 就是说你选一个方向是开 另外一个方向是关 但其实滑动按钮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用途 就是你可以连接于端二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把一个LED放在这里 然后把它的这个端二连接到它的阳级 OK 然后在这个记得要在它的负级这里 连接回去 一回线 然后开始模拟 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滑动开关左边的时候 左边就会亮起 右边的时候右边就会亮起 这个滑动开关其实除了这个用途以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我们来试试看另外一个用途 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如果我把滑动开关 暂时先放这里 OK 然后我再复制一个电阻 把它连接到它的常用端 然后另外一端连接跟我们的LED 这里 假设现在我把右边也就是端二连接到我的Andreno的正极 然后再把它的负极连接去我的那个地回线这里 现在如果你按开始模拟 同样的它可以选择左边也就是不通电 右边也就是通电 这个跟刚才的功能类似 但实际上我们要测试这个的是有另外一个原因 如果这个时候我放入这个AA1.5伏特的电池 然后我把电池改为三个 因为三个1.5的电池就会有4伏特的电力电压 所以现在我把正极连接到我的左边 也就是连接端一 OK 然后把这个负极连接回去同样的这个LED的左脚 也就是它的阴极部分 这个时候如果开始模拟 你无论选择左边还是右边这个LED同时都会发亮 其实你会注意到左边稍微比较不亮 因为左边是4.5伏特 右边是5伏特 其实这个虽然功能没有那么显著 但实际上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用 比如说当你有一个零件 一些零件或一些器材 它是必须不断的通电 就是说它不可以断电的话 那这个按钮就会有很大的作用 因为当你比如说你一边是连接跟这些电池 但电池开始没电了 所以你需要把它连接到一个备用的电力 那你就可以连接比如说总电源或者是另外一组的电池 暂时先把它换过去 然后你就可以换你的电池 然后才来点回去 这样子的话它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不会有停电的现象 好我们来做一下今天的总结 我们可以连接开关以更好的控制我们的电路 而常用的开关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按钮开关 按键开关也充成按钮 它的功能就是只有当它被按下去的时候它才会充电 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它是什么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的键盘 我们的滑鼠等等那些 按一次有一个反应的这些 其实全部都是按钮开关 因为只有你点下去它才会通电 电脑才会有反应 另外一种则是滑动开关 它可以把中间的电路连接至左边或右边 它一定会连接其中一边 滑动开关其实可以用来 把中间连接至电源 然后给它选择左侧或右侧电路 也可以把零件连接中间 然后给它选择左侧或右侧电源 当然你也可以只用其中一边 就把它当作普通的一边开一边关的开关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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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